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停字,引擎的停。 停字的国语注音是行,二声行,一银行,二声行。 停是高举的意思,如我国的国家代表队,在参加国际性比赛的时候,一定会停着国旗进场。 重情一举,是说只要大家同心协力,就容易把事情做好。 一注停天是比喻伟人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,而可以一身细天下安危的意思。 所以现身与伟大事业的大人物,就如同晴天柱一样,有很多人都要依靠它来庇护。 晴也用在翻译的外来语,如引擎是engine,一字的译音,指一切可以产生动力的机器而言。 秦天神是外文洲际弹道飞弹的一名,射程可达九千英里,是美国强力的合资武器之一。 与情字同音又相似的是这个情字,国语注音也是情,二声情。 情本是古人用来辅正弓弹的一种器具,如淮南子修武篇就有,弓必带秦而后调。 是说弓弹必须由辅正的工具加以修正,才能算是一把准确的弓。 由于秦是正弓之气,所以也有矫正的意思。 如汉书苏武传中有能秦弓弩的句子,秦又当增架子讲,如含秦就是含增。 苏氏夜作诗中有梦断求醒山雨绝,笑看基数上增秦。 可见古代的老鼠都是很胆大的。 此外,秦又读静,国语注音是积应静四声静。 静是有角的器皿。 静也可以写成这样的静,不过这种读音和字形现在却很少用到了。 最后要注意的是,秦和这样的秦都念秦,但不念经。 如隐秦就不能念成隐经,而含秦念成含经也是不正确的。 有秦与这个秦字的左上方并不是苟且的苟字, 而是一个从仰角的极字,特别提供您做参考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。 谢谢您的收看,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